南投縣府爭取到交通部的經費補助 在淵豐暗空公園打造一座星空劇場 並在縣長林明貞的率領下 舉辦市營運剪彩典禮 互動式劇場彩天文教學的系統 搭配投影幕宛如生在電影院 讓遊客欣賞到在地生態的環境 傳奇故事以及專業的天文知識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爭取交通部觀光局的經費補助 在淵豐暗空公園打造一座星空劇場 南投縣長林明貞邀請各界來剪彩 並且揭牌試營運 3、2、1 貴賓請延彩 我們恭喜星空劇場正式落場如兵 這個硬體設施花了三千四百多萬 把它整理打造現在這麼漂亮 另外我們縣政府又花了一千多萬 買這個望眼鏡 讓大家到晚上來這邊看我們的流星 讓我們清淨地區增加一個觀光的夜間的亮點 為了營造這棟星空劇場的建築物特色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跟原住民藝術家雷樂丹合作 打造鐵雕藝術牆以及裝飾 讓天文藝術美學結合原住民圖騰風格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外面有很多星空的圖案 然後弄成鐵雕的樣子 然後這樣子慢慢地讓一個銀河的形狀到室內 然後室內也有很多的鋼筋鐵雕樹 還有一些壁畫才會壁畫這樣 那它其實就是打造一個以星空為主題 然後圍繞著所有來參觀的一些民眾 然後讓民眾感受到說在這個星空下 大家要彼此的共融彼此的深深不息這樣 除了提供關心的環境以及器材 在公園院、濟南國際大學、在地觀光業者的協助下 在室內打造最先進的互動式關心劇場 我們其實是整合地方的協會 然後天文的理事長 我們全國各地的天文協會 還有縣服他非常幫忙去投入資金 那希望我們能夠整合在地仁愛鄉 這邊包括像地景地貌 和灣山的地景地貌 還有就是原住民的一些信仰跟傳說 那最後是整合天文的專業進來 把它包裝成是一個可以讓觀眾進來這邊做互動 跟享受天文美的一個劇場 記者發紅官藍頭縣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